路口转换绿灯水泥车换挡起步 但下一秒 前方一名行人似乎没有注意到旁边水泥车直接往前走 水泥车驾驶反应不及撞上 差一点直接碾过 对象驾驶也吓得急忙猛按喇叭 再看一次的惊险瞬间 民众就这样走到水泥车的前方 让自己站在水泥车驾驶的死角范围 他直接穿越马路 却没有发现路口已经绿灯 整个人差点遭到水泥车碾过 幸好驾驶紧急刹车才没有酿成悲剧 该民众讯离驾驶驶三人车在每年设前回转 然后不胜与对象一台在等候红灯起步的这大货车发生碰撞 警方在此呼吁因为大货车有一个视差的问题 一般用路人很难去注意到这个所谓的死角非常危险 类似像这样事先死角车祸时常上演 像这台水泥车右转没有注意到那侧机车当场撞上 骑士被卷进车底右腿卡在前车轮底下 痛的是不停哀嚎 再看看另一台水泥车右转 原本右侧骑着脚踏车富人来不及反应 也是瞬间连人带车被卷进35吨的水泥车车底 尤其这种大型车辆事先死角多 再看看这民众没有注意路况差一点遭水泥车轮过 幸好当下驾驶及时反应才没有造成两个家庭的悲剧 记者和孟谦有保真新出报道 请不吝点赞 需要大叫做着一种大型的